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轉季了,大家有沒有買新粉底呢? 我有啊,還有買了不少 每一次把我的戰利品放上Instagram 都有很多朋友問我的review 可不可以拍片分享 所以今天就來一個很久沒拍過的粉底測試一天 而我們測試的對象就是很難買 但也有很多朋友問的YSL Cushion 我都是千辛萬苦才能買回來的 黃天不庫有心人 我真的每次經過都問 竟然有一次它翻了貨 還要有我的適合 還不讓我買到它回來? 所以今天我是第一次用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第一用後感 以及它一天下來的妝感表現如何 如果來都有興趣 未買到但想看定的 或者買了之後想看同我的感受是不是一樣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我的素顏大家都應該見慣了 一樣黑眼圈眼袋比較嚴重 然後敷放最近不算特別好 轉天氣我有一點敏感 這個範圍還有敏感的痕跡 但是現在好了很多 另外一邊就沒有敏感 但是有些微絲血管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直接介紹一下 今天的主角 它就是斷貨斷了很久的 YSL明彩輕透亮機器沾粉底 它是一個珍珠淺粉紅色 然後有一點點立體的皮革 很有質感 很有少女心 它比起一般的Cushion 是薄了一折 所以就算現在很多人戴小袋也好 它是沒有那麼佔空間的 為什麼可以做到呢? 就是因為平時的Cushion是按鈕開關 但是這個就用磁石開關 除了少了個按鈕之外 它那種拍一聲真的很治癒 裡面的粉撲不是傳統的圓形 而是兩邊尖的 所以上粉在鼻翼位、眼角位都會比較方便 它跟我們平時用的Cushion很不同 不是有塊海面 而是有個網在上面 所以聲稱可以很平均地拿粉 讓我先試一下 咦?真的 它不會一塊塊 或者一些地方厚一點 一些地方薄一點 真的挺平均的 好了 我想用半邊面的粉 一直按開它 然後拍開 其實剛才這樣拿一拿 我發現太多粉 我的色號就是B30 今次推出的最深色 如果你比我更健康膚色的話 那就不好意思了 真是醉心是這樣 上了半邊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遮瑕度 其實不錯 因為我真的拿了一下 拍了一層 我的黑眼圈都遮了大約有一半左右 然後剛才那些紅 基本上沒有了 今次我決定勢力一點 按一下之後 好像也是很多 很緊張 近鏡拍開給大家看看 它是完全不會覺得很厚重的 然後一路推出去 也不會說很快已經定了 推不開 基本上不需要任何技巧 一路拍開它 就已經可以拍得很均勻 做到均勻膚色的效果 而且它這個尖尖位 就真的挺貼服我們的眼底 鼻翼或者嘴角的位置 現在全面上了一層 非常非常滿意它的即時妝效 因為很貼 然後光澤感很漂亮 然後摸下去 有一點點黏的 我要等它設定一下 趁粉底設定的同時 我就不如上官網看看它的簡介 它是專注調整膚色 賦予肌膚健康光芒 打造自信肌膚 真的可以做到 因為上完那一刻 剛才掃眼的不安感 完全掃開了 高遮瑕粉底 可以提供一整天的舒適感受 現在它沒有厚重 臉有層的東西 黏黏黏的感覺 都頗乾爽頗輕盈的 我覺得都可以做到的 可以即時明亮肌膚 大家看到的啦 均勻膚色做到的 持續24小時的保濕 我就不會做24小時的啦 但跟大家測試一天 8個小時左右都應該可以看看它會不會乾 暗沉 氧化那種的 然後防曬系數方面 它是有SPF50加 PA4加 都頗厲害的 價錢就比較貴了 它的貴我覺得是在於盒子 因為剛剛一買 一個盒連一個芯是630元 但如果你買review的話 365元而已 當時我是有一點心痛的 但現在一上妝 我是很滿意 那種心痛 覺得它貴的感覺 又不見了 現在上妝大約5分鐘左右 我就試一下印手指 我試一下大力按下去 推一推它 OK 它沒有止痕 還是維持到很漂亮的光澤 然後黏度來說 它是會黏頭髮的 未去到很乾爽 不過又不會黏黏黏 之後很不舒服的感覺 化完妝換了套衫回來 現在過了應該是8個小時左右 這邊我是上了碎粉 這邊是沒有上的 現在一樣是很貼服的 這邊我就上了碎粉 你會看到光澤微微壓低了 但一樣是很漂亮 很貼妝的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1點 然後今天氣溫27度 很熱 一邊拍片 我是一邊出汗 頭髮是在頸部 所以暫時對於它的抗汗能力 我也是滿意的 因為它沒有浮出來 或者是一塊塊的 濕度現在是67% 我今天要測試8個小時到9點 應該都沒有問題 現在我就要出門 我特意是找一天要出門的時間去測試 因為我想看看口罩的情況 之後出完去回來 很黏黏黏的天氣 它能否頂得順 總之一會兒再跟大家更新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4點左右 距離我上妝都過了三個多小時 感覺依然非常滿意 因為沒有任何的脫妝 然後還是很貼服 其實我剛剛吃完東西 你會看到咀嚼這些位置 就算抹完也好 它不會掉到一塊塊 下巴也不會浮出來 遮瑕度也沒有掉到很多 給大家看一下光澤感 還在這裡 無論是沒有上碎粉的這邊 還是上碎粉 我覺得分別不是很大 大家可以看到 整件事沒有暗沉 沒有氧化 依然都是很bright 所以我們過多兩三個小時左右 不如再跟大家update一下 現在的時間是六點半 我已經回到家了 過了大約五至六個小時 我是全程沒有補妝的 這邊沒有碎粉的 其實現在還是很完整 完全不覺得它有脫掉 然後上了碎粉的這邊 我覺得分別不算很大 下巴這些位 因為戴口罩是焗到 有點油膩的 用紙巾抹過印過 但其他的位置 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沒有很辛苦 很不舒服的感覺 就算是額頭的位置 一直不斷出汗 我一直抹汗也好 現在還是看上去沒有一塊塊的 而口罩方面它是有脫掉的 除了中間吃東西 大約一個小時我沒有戴之外 其餘時間我也是戴著的 你會看到摺痕位這裡 真的明顯會看到粉底 所以它不會完全不transfer 但是它脫掉之後 妝還是很完整 然後鼻翼這裡 還有苦紋都沒有塗到粉 或者浮了粉刺出來 去到九點多鐘左右 我會做最後一次update 我們一會兒再見 時間來到晚上九點三 上妝已經有八小時了 我就決定做最後一次update 因為不會出門口 應該妝的變化不會太大 一樣我也是沒有補過妝的 唇膏有的唇膏有塗過的 你會看到遮瑕度是剩下 差不多有六七成的 它沒有怎麼脫掉很多 黑眼圈就出來了 我真的真的很累 然後貼腹度依然維持得很好 它是沒有溶到沒有脫掉一塊塊的 這一邊就是有上墨粉 我反而覺得沒有上墨粉 沒有上碎粉 定妝那邊更漂亮 鼻翼位有脫掉的 你會看到紅了 但是它真的不會浮出來 一塊一塊 是下巴這裡 這裡就比較脫掉 但是它又不會很斑薄的感覺 今天的天氣都蠻悠悠的 現在氣溫是24.9度 相對濕度飾到92% 如果沒有記錯 剛剛上妝才有60%多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全天戴著口罩是非常之辛苦 然後妝還可以維持得那麼完整 不會浮出來 不會溶到一塊塊 一塊塊的顏色 不均勻 已經是很感恩的一件事 而且我照鏡看著鏡頭 它都沒有暗沉得很厲害 或者沒有氧化 變成了黃色橙色 那我現在不如試試 放一個小小的粉底在這裡 看看色差差差多遠 好 我點一點 然後額頭 拍開它 你會看到一定是明亮一點的 但它不會相差超遠 所以我真的覺得 它的氧化程度 或者是暗沉的程度 絕對可以接受 真的沒有什麼差別 快速做一個總結 第一次用這個 YSL的粉紅色Cushion 整件事非常之刺激 我是沒有想過 完全沒有定妝的情況下 它可以保持得這麼完整 這麼好的 還有今天這樣的天氣 它沒有氧化 沒有暗沉 是很有驚喜的 最近我實在有很多的粉底 都是過了大半天之後 整個人暗了很多度 所以我是很喜歡 沒有後悔買了它 但是我覺得630元 如果它只有一個盒 雖然它很漂亮 還有一個粉芯 是的而且確貴了一點點的 如果你是跟我膚質差不多 不會怎樣出油的人 高啊吃 它真的漂亮的 但是如果你說會出油 或者遲些再熱些 究竟用不用到 暫時我就給不到任何的資訊了 對了 我已經很久沒有拍過粉底測試了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說漏了什麼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留言問回我的 那今天就真的來到這裡了 我由頭頂這裡 看到那些頭髮很黏 已經一住住了 我頸是黏住了 整個人都好像水浸一樣 我真的要洗澡洗頭 希望給大家一點參考的價值 我竟然發掘到一個好物 我自己很開心 對了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個 以及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淋落妝洗澡前 我連Cone都脫了 但發現有件事忘記了說 就是手感 設定好之後 到現在九點幾十點 都不會黏黏 是很清爽的 摸下去 完全沒有手指印 不會滑到花光 不會厚重 總之整件事很貼妝